大家好 我是艾莉 我最近发行了个人第一本作品集 爱不爱都有病 在1月份的10号开始 每周四的晚上8点钟 会在台大成品举办座谈会 欢迎你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来电20 我是小光 我是维珍 欢迎来到来电20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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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感觉有点老派 少女时代吗 真的 我觉得韩国人就是这次去的经验 他们真的还蛮以自己的文化自豪 就是我们像前两集有提过 现在很担心韩国人可能稍微的粗鲁一点 直率一点 但事实上如果以旅游行程来讲 很多时候你在看路标的时候 好像就是感觉出来你是观光客 都会有人主动来帮你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现在既然是个经济的强国 我们就要帮助所有的观光客 就是已经走向一个泱泱大国的感觉了 其实我觉得韩国好像在某方面跟中国有点神似 如果以北方人的率性来讲的话 就像是就对了 就是挺多爷们的 而且他们觉得 其实韩国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他们自己感觉也很不错 这都是实话 这一点跟台湾跟日本比较不像 感觉比较有谦逊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那韩国也不是 就是好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 是不是 就是不好也尽量把它cover起来 当然我不是说韩国不好 韩国有非常多很好的地方 就像今天003首尔行程大公开 是维珍最私密的行程 要整个一个一个为您揭露出来 私密啊 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啦是啦 对啊那就私密不是吧 不过后来行程跟原先的这个后面的 有稍微有变化 因为后面我可以 我就自己丢下旅班 跑去玩的时候 我就是有点边走边看 所以后面的一两天有改变一点行程 不过呢 其实这五天四夜为真的私密行程 如果现在有比的话 或是重复多听几次 该去的都有去到 然后蛮舒服的 然后蛮充裕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 按照这个然后稍微改一下 这样其实呢 就可以蛮完整的了解首尔了 对也会贴在我们的部落格上面 那第一天其实我是这个10点 11点早上11点就飞了飞机 所以其实到首尔还蛮早的 他们的时差是 是一个小时 比我们快一个小时 所以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流失了一个小时 回来你会觉得你赚到一个小时 不是七点到吗 怎么现在才六点 然后原来是时差的关系 感觉上面有这样子一个小时的差别 对 然后你到了以后呢 到了以后当然就在先在机场处理掉一些琐碎的事情 譬如 比如说买teamoney 就等于是台北的悠游卡 是 然后先处值 你觉得需要买 需要买 可以在当地就买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不是坐巴士 他是从地铁转到他要去住宿的地方 行程上大概可以比坐巴士 省掉一半的价钱左右 是 省蛮多的 但是重点是因为韩国的地铁 很早就这个建设了 所以他很多地方是没有升降梯的 没有手扶梯的 那很多人就不想要搬行李上上下下 所以可能会选择去坐巴士 所以不管你去买teamoney 或是买这个巴士的票 然后另外先换这个 你需要的基本的钱 然后呢 还有可以去他们的柜台 拿那个地铁的路线图 所以维珍寒还的部分是去了才换 没有现在台湾换一些基本的 没有先不用现在台湾换 那个一定换到比较少钱 哦 像我们上周讲的 你先在台湾换好美金 然后呢 到机场先换基本的 包含你这个 就是交通的费用 然后还有到你住宿的地方 可能你要先支付这几天住宿的钱的部分 然后再到其他的兑换所去换 所以这是到机场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先到民洞的 我住宿的地方去check in 然后以景点来讲的话呢 就先在那边吃中餐 哦 所以中午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先来吃一下 这样其实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 对不对 第一餐重头戏就要给他登场 对啊 所以我就选择民洞吃的东西 对啊 很好啊 这里推荐一个是挪夫部队锅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们有一个贝壳海鲜料理店 哦听起来也很赞 对 那这些资讯都是从网路上面收集来的 都是从网路上面收集 而且你还要搭配地址 对不对 因为要看一下你住的附近 到底有哪些好吃的东西 其实这边一个撇步交给大家 撇步来咯 这边就是你不用出国去 你就可以先神游韩国 怎么样神游啊 因为Google家真的很好用 Google家 用Google真的很好用 你只要打你要去的地方 比方说你要从地铁 然后怎么走到那个景点 然后你上Google map 然后它不是有卫星吗 直接可以看那个路线图 而且可以放到很大 甚至是整个石井这样子 你就可以自己试走一遍 哦 所以你感觉好像已经都去过这样子 对 而且周围大概是什么样的环境啊 你从Google map里面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对啊 所以真的是很神奇 我觉得Google成为世界的 世界十大企业 真的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所以我都是会用Google先看那个路线怎么走 嗯 然后呢另外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的话 就是除了我像之前 诶在前几集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把它的韩文名称 这个放到你的行程表上面去 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把它的这个招牌的照片印上去 对对对对对 这样你对到的时候就还蛮方便的 对 或是给人家看在问路的时候也蛮方便的 对让人家直接就可以看到 到底要怎么走才行 然后呢其实当天基本上呢 就先在这个明洞逛街居多 因为到时候已经下午了嘛 早餐起来的时候呢 先去吃我说的那个 ISSAC的早餐 嗯 所以你那天明洞就是随性逛一逛 对随性逛 晚餐也就是随性吃一吃 对而且第一天到明洞呢 你就可以先看你要买哪一些美妆的商品 先把它看起来 先比价这样子喔 对 那明洞最好买的是什么 明洞最好买 现在很多人去买一定是 锅牛的产品嘛 是 有几家 比方说它有那个 会发泡的面膜 气泡式的面膜啊 嗯 面膜一定是大家采购的大众 那另外也有些人喜欢买彩妆的部分 太多家店了 那不过我觉得如果 大家有兴趣可以行前先上网做功课 因为他们那个锅牛的萃取的含量 每一家可能不太一样 我就说每家都有锅牛喔 但是每一家萃取的是不一样的 欸价格可能差很多 所以你选了很实惠的几家 对不对 像TONY MONEY我也有买嘛 是 ITSKIN他们家我也有买 嗯 然后还有一家新出来是那个 有曝太阳的月亮的那一个男主角戴岩的 是 他们家的洗面乳为 我买 哈哈哈 结果都很好用 都还蛮好用的 而且他们的化妆品上面的价格 美妆品好像说 不会说非常高 对不对 就是上一次我有分享嘛 是 就是在跟台湾可以最大 差到三倍的价钱 那这样其实是差蛮多的 对 其实化妆品好像在那边 感觉是大家都在用 所以他们的感觉 不会说弄得那么贵 可是在台湾好像就变成说 贵才是好 所以其实化妆品的价位都非常高 嗯 可是在那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价位都还蛮便宜的 最主要是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赠品 尤其是当你买将近台币三千块以上之后 你几乎所有赠品都可以拿到 哈哈哈 不用用凹的他就直接送你 他也 需要凹一下啦 哈哈哈 不用用凹的他也会送你 不过如果他真的觉得送的少一点 你也可以凹他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家拿到赠品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对 然后第二天呢 最主要就是早上去逛景福工 景福工 景福工咯 感觉就是有历史的一个景点了 对 那不过宫殿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再做系列介绍 然后再沿着景福工出来呢 就会到三清洞这个地方 是 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嗯 三清洞怎么讲呢 就是 要说像阳明山这样子嘛 就是三清洞离北村很近 北村是以前很多两班住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那些高官住的地方 可是三清洞本身有很多那种属于创意的店在 是 然后呢也属于比较悠闲 很多那种咖啡座啦 嗯 可是你只要从景福工走出来 你就可以沿着三清洞走 然后旁边就是北村 所以两个地方可以一起逛 感觉怎么像三里屯啊 三里屯 死去三里屯 三里屯是夜店多一些 哦 那这是白天是吧 这是白天适合去逛 哎 感觉上非常有气质 看到很多特殊建筑 还有一些这个设计师的商品 有点像天母的中山北路那一带的感觉啦 哦 那很悠闲 对 那也有一些吃吃喝喝 对就是在三清洞这边呢 就可以去吃他们知名的一家 起司年锅糕 起司年锅糕是吃中餐哦 吃中餐 天哪中餐就这样很rich的起来 对啊 而且这一家就是很多网友推荐 非常有名 然后呢包含很多韩国艺人也都会到这边去吃东西 你的旅伴跟你这样吃中午就给我吃起司锅 难怪整个胃都沉起来了 没有办法 因为它cancel掉我太多要吃东西的脸 所以要尽量的浓郁给它浓郁下去 对 然后北春的话呢 其实就是有八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两天一夜收尔特辑 是是是是 他们很有名的综艺节目 来天20也介绍过 把它找出来听一听 对 所以直接看那个会比较快哦 然后再来呢下午就去逛昌德宫 然后昌德宫包含了蜜院 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属于后宫的地方 也是很值得逛的一个古迹的行程 所以会再找一集好好地介绍这些古迹 对 然后呢逛完之后呢 大概五点之后就可以准备要去宏大了 宏大 对 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宏大就是宏义大学 所以呢 它那边属于一个大学 大学生活区 然后宏大跟新春很近 所以在这边呢 很多人去就是第一个去买文具 文具 它有这个韩国文具设计很好嘛 嗯 然后第二个是感受他们的大学生活 就像去台大师大这样子啊 嗯 我觉得如果要感觉上 就是类似师大这样子 就是周边有很多吃的喝的 然后创意的店这样子 有很多大学生在那边晃 那我们去了那天下雨 所以大学生感到 在躲雨就对了 在躲雨 对 新春也是非常接近的地方哦 那所以宏大 新春跟梨花大学 梨花大学是本身的校区 非常的优美 有那种欧洲古堡的感觉 所以这三个地方可以一起逛 所以你看了真的有像欧洲古堡的感觉 呃 因为当天太晚了 基本上我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安全 后来就没有去梨花大学了 你的意思是说梨花大学附近会有危险哦 是不会有危险 但是我就喜欢找 就是大概九点多就准备要回家这样 对像你们这次是两个女生一起游首尔 你们也不会玩得非常晚 没有所谓的夜店行程嘛 你觉得在晚上是不是 其实是安全的吧 在 因为其实去全世界各地 都可能会遇到各种的事情发生 所以如果你是很担心安全的人 那就早一点回去 如果不担心的话 其实很多人去夜店 一定就是去宏大的夜店 是是是 所以这样子 其实在韩国好像夜生活 好像听起来也蛮丰富的 然后也没有说 听说有太大的一些安全事件嘛 其实是还算可以放心 对不对 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就对了 如果是以多数人的经验分享 第一个就是夜生活来讲的话 就是不要在东大门太晚的时候 叫计程车的时候随便叫 第二个就是晚上不要去离泰院 因为离泰院以前是美军驻扎的地方 那现在那边呢 就是晚上附近也有一些深色的场所 所以很多人常常站在路边 就被人家问多少钱 所以就被搭讪或是被纠缠 甚至被追这样的事情 可能都有发生过 所以尽量避开这两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倒是还好 就还是要注意啦 对啊 你看宏大是属于学生多的地方 基本上你说复杂到什么程度 其实也还好 了解 所以我们继续给他走下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对 继续看下去 后来我就到乐天超市去采买啦 乐天乐天 百货公司吗 对 乐天它有很多的不一样 它有百货公司 它有游乐园 然后呢 也有乐天超市 乐天超市 就可以买到很多 大家喜欢的韩国商品 从海苔啦 泡面啊 到韩国才在卖的 很好洗 真的很好洗的洗把筋 我也搬了两三罐回来 很重 但是真的很好洗啊 真的哦 而且不贵是不是 其实一瓶大概也要台币 两百五到三百左右吧 是在网路上面大家推荐的 还是你自己去发掘的 网路上面大家推荐的 所以台湾买得到吗 台湾买不到 这真的台湾买不到 是哦 什么口味的啊 拍照给大家看嘛 有有 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 然后 可是它是汉方 所以洗起来会有点中药味 但是它有针对你的头皮的循环 让你的发跟乌丝亮丽啊 什么这个头发更浓郁啊 也有针对比较容易出油的啦 也有针对法质不好的啦 所以有不同类型的 所以他们这东西 真的是不错就对了 我自己试试 你看像大家对日本的商品 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说出来东西 就真的的确会有这样的效果 可是大家对中国 或是台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说有时候 它的广告稍微夸大一点 那其实韩国的商品 到底是怎么样 夹在中间吗 还是 应该说 因为这很多都是大家推荐使用的 所以后来就是 经过很多人的小白食试试 背书啦齁 知道 所以尤其这一款铝洗髮精 我自己用过啊 它不仅 有没有这个污秘亮丽 我不知道 因为我染髮 可是看起来真的是很好欸 可是洗得很干净 头皮洗得超干净的 是哦 对啊 下次几两 就去头暗一些 装在小罐子里面带回来洗 我借你洗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这天超市有很多可以采买的东西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买什么market ore这些的吃的东西 那现在台湾也有在卖 虽然比较贵 不过我本身对甜食没兴趣 我就没有买了 是 对 然后再来呢 这个 呃 接下来那天的行程就是 早上都去东大门 现在已经走到第三天了 对对对 东大门 然后呢 逛一逛买衣服 然后可以去吃 陈玉华一只鸡 你说东大门早上呢 跟晚上的比较是怎么样 因为你早晚都去了嘛 你给他两种风情啊 一个景点两种风情啊 大家如果喜欢看他们 因为他们有分批发区跟百货区 是 百货区一般来讲就跟我们的物价差不多 是 批发区呢 可能你又不太会喊价 是 可是批发区很多人是去看他们批发的盛况 嗯 就是几乎是24小时的 对 我有看过 对 而且小浦也就我们时尚教室的小浦 也常去韩国首尔看他们的时尚 嗯 他跟小光的感想是很类似 就是真的是很惊讶啊 这些百货公司看起来都超大 外面超华美 但是一走进去 真的是 着实有下道啊 里面从陈列到摆设到人 服务人员随性的态度 你会觉得哇塞 应该这样讲 仿佛走上时光隧道啊 以百货公司来讲 现在他们有好几家嘛 你就可以 好像就一整排嘛 其实是在一起的 但是呢 类型就是从新门町的万年 然后一直到一些 这种信义星光 这种比较高档的都有 嗯 所以最主要看你的消费能力在哪里 需求在哪里 对 对 然后再来呢 我就是从东大门就到江南去了 是 就坐车到江南 然后先到这一个一个 也是算百货商场吧 C O E X 要怎么念 C O E X 对 我会念Cox Cox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很多人喜欢的韩剧 金山顺的拍摄地点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海洋馆 是 水族馆 哇 有有有 那场景很美吼 对 那最主要是因为接下来要去金仙中那边 但是金仙中他们家五点才开 感觉你跟海星都很熟 不是 那你有没有帮我们追一下秘密花园的场景啊 没有 可是因为我朋友硬要去啊 所以我只好中间要安插这个行程啊 但是呢 就要去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除了看这个之外 因为我朋友后来就想要去乐天百货的免税店 是 那其实他在禅室这一个站 所以我们就先去乐天百货的免税店 而且呢 这个免税店有一个寒流明星馆 那他就去那边看 说我自己又跑到附近的一个寺庙去 哦 所以你们分开走的 对 后来就分开走 了解 那你们怎么约啊 就是约在禅室站 然后就是约几点几分这样 大概是约五点 所以他是属于寒流爱买 他是属于金贤仲爱买 也不是寒流 就只买金贤仲 那金贤仲之前有来台湾办过见面会啊 他也有去过一场 哈哈哈哈 对啊 金贤仲其实他家也在韩国看 在首尔开很多分店啊 是 那我们去的是第一家店 听说是最常遇见他的 就是石村店 嗯 所以后来就去金贤仲家吃炸鸡 到现场他就问你是哪里来的 其实台湾去的粉丝也很多 是 我身边都被湿奶围绕 而且这湿奶都是从日本来的 哦 对金贤仲在日本也超红的 然后后来就是就回到明洞去了 然后当天 因为我也是要提早休息嘛 不过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另外一些行程 比方说如果你喜欢晚上去看首尔塔 也可以排在这个晚上就是了 哦你的提早休息是那种八九点就回去了 嗯 八九点就回去感觉好早哦 有些人八九点才正准备出门呢 但因为如果以明洞来算 不管东大门或明洞啦 你从江北到江南的车程 如果要去像石村蟬市这些地方玩 你最少车程都将近要四十分钟左右 其实蛮大的汉城 不是 首尔真的蛮大的 我们还活在老思维也怎么办 这有一个好处啊 因为你地铁会经过汉江 所以即使你没有排汉江的行程 你还是看得到汉江的景色 对啊很美啊 如果车子从上面驶过也很美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过一条桥是不同世界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所以这行程其实还满满的啦 我就减速一下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第四天就是去广上市场 我说传统市场嘛 那两天一夜当中也有介绍 所以呢 你在当地就可以看到那个江湖东的海报 到处贴的都是 然后整条市场两边是卖了他们的一些特产 还有呢很多卖韩服的店 韩服店 对 是真的是可以穿然后拍照给钱的那种吗 还是要买回家的 他们就是当地在卖的 它就是一般的市场 所以你也买了 呃不用买 其实韩国有很多可以免费体验穿韩服的地方 哦免费体验 对 要给钱啊 不用给钱 就免费体验 哦真的怎么这么好啊 包含像明洞的韩国观光公社 甚至在机场 我是在机场做免费体验的 哦是哦 对 然后他们一些古迹的供电也都有免费的体验 不过这个地方你可以买到一些他们的 我觉得真的是卖给观光客的啊 就是韩服我们买不起 买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穿啊 所以我会买他们一些 就是女生爱用的化妆袋或是什么 它都是用韩服的材质 而且那种很漂亮的樱花啊 然后粉蓝去做的 然后就很雅致的感觉 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在这里 所以体验的话 也就是你可以穿了以后拍拍照这样 让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 对 而且他会问你 你要扮成名城皇后 还是一般人就好 因为名城皇后的 你还要带很大头饰很麻烦 你说你想要扮吉罗林啊 可是吉罗林好像是现代人 他就说长得也不像吉罗林 对啊完全不一样啊 好吧好吧 对啊 那去完广站市场之后 我们就直接接到小小婷去了 那小小婷基本上 对腿供不好的朋友来说呢 不完全建议 因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 我有走过 远气那个地方 就是高级名店 对不对 可是走的都蛮大的 都很气派 可是这家你不进去的话 又要再走一段 又要到下一家 如果你不进去的话 再往这家 对 而且如果你是坐地铁的人 你从地铁出来 大概要走15到20分钟 是 所以我朋友大概走5分钟 他就放弃了 而且那里有很多高级整形中心 对 往这边要小光来分享 然后后来下午的行程 我就跟我朋友分开走了 他就回饭店休息 他回饭店休息 他终于受不住了吧 但他对 他对古迹类比较没兴趣 然后我就是跑到那个 大学路去 是 也就是绘画洞那边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 成军馆大学 一定要去啊 因为我们有为大家做过 成军馆绯闻啊 对 而且成军馆呢 出了很多的明星 像宋忠基啦 是 然后After School的那个游逸啊 是 然后还有朱元啦 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对 而且呢 他里面呢 就还保留他们当年的古迹 像什么明什么堂 明伦堂 而且我当天去还很幸运的 就遇到了有人在办传统婚礼 哇 他们的校友在办传统婚礼 那有立刻把新娘踢走 然后上前要拍了几张吗 所以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德寿宫的 还有那个名城皇后的拍摄地点 但是后来我就选择去 离成军馆大学很近的一个长庆宫 走路大概15到20分钟啦 也都很值得对不对 其实他们古迹的保存也相当好 而且他们蛮干净的 对 而且他们这些古迹多半都会有定时 会有不同语言的导览 而且长庆宫是大长津的拍摄地点 哇 你也是所有的韩剧都把它融入在里面啦 有 还有张西斌 张西斌 人显皇后的男人 都是在那里对不对 还有李蒜 很多很多 很多戏都在这边拍发生拍摄 所以要拍照的话 再找一集好好跟大家来仔细的说一说 接下来这个地方之后 你又去吃了哪里或走到了哪里呢 然后在成军馆结束之后 我就跟我朋友约在龙山站会合 你说龙山寺吗 龙山寺可能就要到青草街不一样 龙山在那边最主要去洗他们当地最有名 而且去了外国人最多的一个汉真墓 所以他的龙山就是跟龙山寺一样的龙山 对不对 完全一模一样 大家把它记起来这样就好记啦 就是在龙山附近就是要洗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三温暖 叫做汉真墓 汉真墓 如果是像我们家日去的话是一万二韩币 其实不算贵耶 对 然后平常日是一万块钱 然后可是你可能会加一些搓身体的服务啊 那我就给他们搓嘛 全螺 基本上 但是男生跟女生当然分开的搓身体是两万五韩币 但是真的 我以前都觉得自己身体上搓不出什么角色 去那边阿俊玛搓完之后 哇变得好细致的感觉 会痛吗会痛吗 其实我个人皮还蛮粗的 你说脸皮啊 而且因为它很用力所以也有推拿的感觉 是舒服的 对是舒服的 很舒服的 那大家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像我跟我朋友就分开洗啊 因为我们看到对方可能会 会怪怪的 对那就分开进去洗 因为基本上它在三温暖里面包含泡澡包含戳 就是要全裸就对 那你觉得说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听众啊 听到来电二十你推荐 它这个汉真墓到底怎么选呢 汉真墓的话 很多人推荐像是在东大门 也有一家 然后在明洞也有人推荐 不过这一家Dragon Hills 虽然它的消费稍微高一点 可是我会推荐它是因为它有非常大行李的储藏的地方 哦 楼下 对楼下会让你先放鞋子 我们原本以为鞋子就是放行李的地方 就想说怎么长跟零骨台 什么东西都塞不进去 原来你要放完鞋子 光着脚上去之后 由你寄放行李的地方 就两段式服务就对了 对对 这个隔天我们要回台湾之前 因为中午的飞机 所以早上我们就先到首尔塔去 所以这大概是五天的行李 天呐 你看汉真墓还没有仔细的讲 还有首尔塔多美也没仔细讲 今天时间又到了 你说真的是 下礼拜呢 锁定我们来电二十 每周五记得来上面来收听我们最新的一集 那平常晚上星期二到星期六 十二点到一点记得 iRadio中广音乐网 小光在空中跟你分享好歌 那我们就下周见啰 拜拜 拜拜